本拿比禮禎廣場對出的 Kingsway Gap Willingdon 十字路口附近位置 是今日中午時段發生一中車禍 由現場民眾拍到的照片可見 車禍至少涉及兩輛多用途越野車 分別是一輛藍色Keya Nero 型號SUV 以及一輛黑色30SUV 其中藍色Keya SUV車頭有前方嚴重受損 乘客為安全氣浪彈出 至於黑色30SUV碰撞後就整輛車側 現場有多輛消防車及多名消防員處理車禍 黑色SUV內疑似有人受困 消防員一度爬上了翻側車輛上方 嘗試進行救援 甚至一度出動工具打破汽車的玻璃進行研究 又在車禍現場附近的商戶表示 車禍發生後現場交通並沒有完全堵塞 只是有局部的影響 其他車輛在經過時就需要額外注意避開 而道路在下午3時前已重新開放 本部亦有向本拿比消防局查詢意外詳情 但在折告前沒有回覆 最近有沒有發覺在嘈雜環境較難聽到別人說話 或者經常要別人重覆 甚至有耳鳴的情況 如果有,快點找永鳴聽力的專家 曠永鳴小姐吧 她有多年助聽器厭配 和舒緩耳鳴經驗 創新隱形AI智能助聽器 有超強減集音功能 在嘈雜環境都可以清晰聽到別人說話 現正推出雙重大優惠 立即致電預約聽力測試吧 本拿比MetroTown Mitsubishi 是加拿大最佳Outlander PHEV 銷售箱 過源最多 價格實惠 Outlander PHEV 插電式油電混合多功能車 政府及廠方優惠高達8000元 相摩達全輪驅動 還有10年Warranty和蠔華設備 具備Bose品牌高級音響和前排按摩座椅 本拿比MetroTown Mitsubishi 提供多種語言服務 是Google評級排名第一的本拿比Mitsubishi銷售箱 加拿大餐廳的小費文化 近年一直飽受熱烈討論 雖然沒有明文規定 但比和不比 比多還是比少 一直都令人搞不清楚 最近一個由網絡媒體VIA進行的民意調查中 訪問大約1500名民眾 在一般堂食用餐時 平均會支付多少小費 而有超過六成的受訪者表示 會選擇15或15%以下的小費 而選擇15%的食客 比15%以下的人數稍為多一些 至於在受訪民眾中 只有1成7人選擇給18%的小費 反而給20%的人數就更多 有兩成本地受訪者選擇這個選項 最後選擇25%或最高小費今晚的民眾 就只有2至3% 另外機構在2022年曾經進行過類似的民意調查 當年20%的小費選項幾乎和15%一樣受歡迎 即使大部分受訪者都表示 其實比多比少都是取決於服務質素 更多產品可以到列治民時代廣場門店選購 港利行連續12年成為加拿大安產花其心指定經銷商 現在更有網上服務 在網站訂購就送貨到全加拿大及全中國 養生健康受選港利行 北美治流治療中心採用中西醫結合療法 治療過期肝門直腸疾病 包括痔瘡、外治、混合治、肝瘤、肝瘤、肝裂、肝瘤、肝瘤等 創痴人陳國義院長的國義肝腸療法 運用微創配合溫和中藥達到標本兼指 徹底跟隨病患不會產生任何後遺症 更多諮詢請打電話604-559-6177 一名行山人士於上週六晚上在北岸一條郊外行山徑步行時 實足由50呎高處墮下並因此受傷、無法行動 他自行致電獅子灣搜救隊舊作 搜救團隊並聯同北岸搜救隊NSR進行營救行動 NSR表示在行動中他們使用了一架挑戰直升機來營救該名傷者 當他們的隊員到場時 獅子灣搜救隊已在場設置好繩索 協助地面救援人員前往傷者墮下的位置 並進行初步急救 而NSR則透過直升機 將兩名急症科醫生在內的三名技術人員 由省下降至傷者位置 當該名行山人士接受完初步急救後 便被放上擔架抬離現場 然後轉交由卑斯救援服務處送往醫院治理 除此之外獅子灣搜救隊同晚也收到第二個電話 另一名行山客在獅子灣Unnecessary Mountain附近蕩室路 當你覺得聽力越來越差 和人溝通有困難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一對配得好的助聽器 可以幫助你從事與人溝通的樂趣呢? 來南山Center的卓能聽力中心 找經驗豐富的李智蓮博士談談 它不僅提供全面專業聽力服務 更可以為你配合一對合適的助聽器 現在的助聽器優惠高達7折 還有機會拿一個高清電視盒 優惠期有限 快點打個電話給卓能聽力中心預約吧! 有位Tesla車主現在出500元的花紅 想找一個看來是剃光頭開瓶子的光頭先生 有位這位光頭先生可能清楚知道 他的Tesla是怎樣被人挖花 有位光頭先生的平時車當時就停在Tesla旁邊 據說事情發生在上星期三 8月7日下午2點左右 地點是Silver Star Buro話385號商場的停車場 Tesla車主說當日下午1點半 他開著新買的2023年白色Tesla Model Y 去到商場拍好車 車拍到近乎車位的正宗 沒有出街也沒有緊貼旁邊的車 而旁邊就拍了一輛平時房車 據錄影所見大約下午2點 家平時有人上車 先是一個年輕人在車尾上車 開車門時就撞到Tesla 接著另一位女士開車頭的車門 女士就很小心沒有撞到Tesla的車身 接著那位光頭先生就出場 事後那位女士上車 自己回司機位 接著出來 然後手摸著Tesla車身向前走 停一陣 又再摸多一下 大家留意錄影片段裡 光頭先生的左手就很清楚看到 之後平置車就開走了 Tesla車主之後回到自己的車 發現車身被人刮花兼凹 他相信光頭先生說不知發生什麼事 所以出500元花紅找光頭先生 光頭先生 如果你有看530 不如現身與Tesla車主見見面 幫一下人 好過被人在網上人肉搜尋 還有提提光頭先生 Tesla車主已經報了警 因為他要Claim現鎖 好過 找個華明天8月13日星期二的天氣預告 一間三成機會有趙雨 氣溫最高21度 晚間多云 氣溫最低16度 如果想在星期一至五 準時收看我們530新聞 請訂閱明豹DailyRancouver的YouTube Channel 喜歡這條片的就記得給個like和share這條片 華人地產女經紀梅玉莉英 Enitta 上星期五失蹤之後 警方凶殺案調查組人員 現在已經接手調查這件案 而她那輛2024年平治GLE450的座架車 就在士加堡的Finch East和波頓找回 不過車裡沒有她的蹤影 而這個地方距離她的家大約是8公里 最近華人社區才發生過 女中醫張詠被人綁架 並且慘遭殺害的事件 現在又多出一宗 實在令人的心覺得很不舒服 56歲的梅玉莉 是21世紀安達地產公司的持牌人 530記者今天去到這間公司採訪 公司裏面的一個職員說 他們現在很忙 沒有時間應酬媒體 有一區警方現在已經發布了她的照片 希望有認識她 或者見過她 又或者見過她 她的車的市民能夠提供線索 來盡快確定她的下落 警方說 他們是在上星期五接到梅玉莉家人的報警電話 說梅玉莉當日早上9點半左右 離開她在貝克利夫路及倭敦的住所之後 家裡就再沒有人見過她 而在同日上午的11點 梅玉莉是曾經打過電話回家和家人聯繫 但她的家人是不知道她的去向 而之後也沒有再有她的任何消息 警方和梅玉莉的家人都很擔心她的安危 因為她這樣無故失蹤的情況 是不符合她的性格的 所以警方才認定她的失蹤是情況可疑 警方現在呼籲對這件案知情的人 聯絡兇殺案調查組 電話是1-866-876-5423 內線是7-865 安達地產公司周圍的幾間店舖的人都說 平日她們和梅玉莉是有過一些打照面的 但大家不相熟也沒有什麼來往 也從來沒見過她這間公司 曾經跟任何人有過爭執 梅玉莉平日也活躍於社區活動 她經常會出席公眾場合 警方現在公布的照片 就是她出席列治民山市 黃金商場一間華人餐館 開張儀式時拍攝 很多人喝了酒會說 我醉了我醉了 但未必真是醉 不過這個人就似乎是真是醉 幸好她酒醉都有三分醒 懂得開車入省景的停車場 在自己的車中爛醉如泥 睡到不醒人事 而不是開車隨街走 結果? 那當然是被省警抓了 告她不清醒駕駛罪 她睡在車上也沒有開車 那為什麼會被告不清醒駕駛罪呢? 因為法例是這樣的規定 當車在你可以控制之下 喝醉酒在車上睡覺 一樣是醉的 這個醉到開車入省景停車場的 是18歲的兒童逼谷男子Patrick Aurelia省景 星期六大約中午接到報告 說發現一名男子在停車場昏迷不醒 於是就前往省景中央地區的總部 在停車場發現了她 而車裡面就有多個已經打開了的酒精飲品的罐或瓶 省景將她拘捕 並提出不清醒駕駛等多項控罪 她將會在9月出庭 而駕駛執照就被吊銷90天 駕駛執照就被扣押7天 萬錦市再有文宅變成匪徒的槍擊目標 這次已經是今個月第二次發生的同類事件 上星期五、九日夜晚11點半 一間位於Winforth Road 駕駛執照的住宅被人開槍 當警員接報到場後 在屋前發現多個子彈殼 事發時屋裡有人 但在事件中沒有人受傷 警方相信達一圖早已鎖定目標 現在當局正在調查事件 警方若尋找更多涉事的監控陸像 以後或是案發地點附近道路上拍攝到的行車記錄儀 掌握有關資料的市民可以與警方聯絡 有份出戰巴黎奧運羽毛球南單項目的港隊代表李卓耀表示 香港全職運動員的確會視運動為工作 所以認為薪金最少要有萬多元 希望體院改善薪金制度 也希望每一隊都有專門治療師或按摩師除隊 本港部分香港全職運動員薪金低至7,000多元 教大學畢業生平均月薪要低 港協企奧委會議務秘書長楊祖廷早前指 運動員的薪酬雖然低但有其他 例如教練、醫療和住宿等資源 李卓耀今日表示 他中三就沒有讀書 任全職運動員 當時的月薪只得大約7,000元 因為16歲的時候 還可以當7,000元是零用錢 包三餐、住宿舍 可以真的不用錢 但現在27歲的他 已經真正把這筆錢視為薪金 他有形容 因為月薪太低 而不再做全職的人大把 希望市民可以留意正在這裡 領取低身的運動員 至於適當的基本薪金水平 他認為 萬多元啦 最低工資 希望看遠可以改善薪金制度 我們犧牲讀書時間 投入運動是很大的決策 所以可以再做好些去搞好這個制度 日本宮崎縣對開海域 近日發生7.1級地震 日本氣象廳在今月8日發布 南海海曹地震臨時訊息 巨大地震注意通報 香港政府今天表示 焉時正值暑假旅遊旺季 加上日本是受港人歡迎的旅遊目的地 提醒計劃前赴說已經在日本的港人 應該要提高警惕、注意安全 並留意日本政府最新的公報 保安局指已經更新外遊警示網頁 有關日本的附加資料 並會繼續密切留意當地的局勢 如果有進一步的消息 會透過媒體、保安局流動應用程式 和外遊警示網頁 發布當地最新的情況 政府提醒 身在日本的港人如果需要協助 可以致電入境處 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的 24小時求助熱線求助 或與中國駐日本各大使館聯絡 今天的新聞在這裡結束 多謝收看,再會 多謝收看,再會 多謝收看,再會